看到這樣的糾紛 房客租月到期 高雄一名房東特地前往台電的鳳山 營業所提前結算電費 沒想到父親之後 怎麼還收到帳單呢 仔細一查 個人發現是台電自己有書師 漏算了電費兩個月 氣得投訴 台電就是這樣 讓我很生氣 房客租時間到期 房東對著電表錄影存證 將數字記下 到高雄鳳山台電營業所 做電費結算 沒想到都親自跑一趟繳費了 結算金額卻出包 我們把這個全結算之後回來 就跟房客做一個清償的動作 那他也就是 就等於這個事情就告一個段落 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又收到了電力公司的一個單子 說要去繳一千八百多塊 那我就說 不是已經去結算過了嗎 房東太太高小姐 記錄下房客的電表數字 7月31號前往台電繳費 台電櫃台除了向她收取 98元的電費之外 還告知另外有一筆 6月份的帳單欠費 需要補繳3月29號 到5月28號的電費 1048元加上20元的持續費 高小姐現場付清之後 8月份居然又收到 5月29號到7月26號的電費 獎費通知 1835元 質疑台電有疏失 那你現在收要跟誰收 怎麼會是你疏忽我 我來給錢呢 原來台電最後一次超表 是7月26號 櫃台人員依照 高小姐提供的證明 只預先收取7月27號到7月31號的98元電費 遺漏掉了尚未絞清的8月份 帳單費用 我們超表櫃台的人員 遺漏掉了8月份的電費 沒有拼算到裡面 那可能在溝通表達上面 造成高小姐的再次誤會 我們這邊做甚深的致歉 台電坦承疏失 也表示願意協助房東向租客收款 不過房東說 因為租客已經出國 這筆費用恐怕不容易追回來 而且花時間和台電一來一往確認 難怪讓吳吳先生 Kimochi很差 接著蘇一廷留言發高雄報導